这阵子天气明显偏凉 不过北台湾有些回暖的感觉 但是到了傍晚 气温快速往下降 民众也发现自己的皮肤 因为天气转换的快受到影响 很容易觉得干或脱皮 我有时候会看网路上人家推荐的 要不然就是主要会从朋友口中清 因为我是过敏肌肤 然后早晚都用 目前过敏是都没有发生 属于敏感性肌肤的消费者 就怕用错产品 其实保湿是保养肌肤的重要环节 不仔细照顾 就怕皮肤水分流失的快 针对我们的敏感肌的一个患者 还有顾客下去使用 也造成了很多 就是网路上的一个回购 我们现在目前也在 就是知名的连锁百货里面 一楼的国际精品柜进柜了 然后下一季也会陆陆续续的 在我们的台湾这个百货里面 设置我们的专柜 医美品牌进军百货专柜 以清明价格搭上周年庆档期 爱美的女性最重视保养这一步 也靠着网路高人器 抢工美装市场 三天新闻最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